106年5月20号,新北市政府从民国100年起推动缆线清整计划,并且依据共同管道法的规定,要求所有办理新北市政开发区段征收以及湿地重划等区域内建设,全都需要配合进行缆线地下化。 日前中和区就进行了缆线地下化,清理废缆线的清整工作。 当地里长陈凯松表示,新北市政府推动缆线地下化政策相当好,并且赞许新市坡在地方服务的热忱,加上每一次费缆线清除都很积极。 相当的精致来工作,做得也相当不错。 新闻局表示,新北市长期推动有线电视缆线清整,新市坡已经为缆线清整计划,树立良好典范,而有部分地区的电感、耗质感、监视器处理广播系统以及建筑外墙,都挂附了各类缆线,破坏市容也有爱观瞻。 另外,屋主缆线所造成的管理上圈子不明确,也是一大困扰。 新市坡身为在地的有线电视业者,我们为了配合新北市的一个缆线地下化的一个政策,我们这湖美路段已经里面已经有市政府铺设了一个落电管道,我们已经把它将我们新市坡缆线已经入管,进到我们的落电管道。 那我今天过来的一个状况是将我们的天际线线的一个部分的汇气线线做一个清除,然后美化我们本地在地的一个市容。 而当时市府在推动线线标章制度,未来只要该路段出现无标章线线,就会立刻进行减除。 记者已根基,新闻中文报导。 你现在 mechanical控制度线的和逐章线线震肉节线上, im正 NAU表归章线任意的理论。